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了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浅秋 今天下午在凯道上 当然有这个彭文正跟张亚中 两个人联手号召 那么要今天在凯道集结 就昨天喊出来了 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在这里集结 彭文正还卖官子说 我会怎么现身 大家猜猜 当然就是视讯 不然还能怎么现身 他如果回国来 怎么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就是用视讯在现场 跟这些民众我们 那今天也很不巧 就是又冷 那天气有可能下点雨 所以在凯道上面 他的号召 那么所谓素还真 大家想要知道真相 其实好简单 就论文是真的假的 就这么简单而已 还需要花这么多时间跟力气 我想这也是世界奇观了 不可置疑 现在听听看彭文正 他最新的说法 自从蔡同学的论文门 白康之后 他的所有作为 包括他的人事安排 全部锁着他的论文 今天我们得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在英国端 处理这个蔡同学所有的文件的白手套 除了一位叫做 施呼隆 大家都认识之外 还有另外一位 他出现在我们调阅的笔录当中 叫做Christie 这位陈小姐 我们掌握了所有的资料 她是调查局派到英国的特别代表 我就搞不懂了 我们今天写信去跟英国伦敦大学 要蔡同学的资料 为什么要经过调查局的人来代转呢 今天我们要报一个大料 就是立法院为什么不肯审预算 因为我们掌握了非常可靠的消息 告诉我们说 蔡同学在2022年的预算 藏了很多细节到英国去执行 她的论文门毁尸灭积计划 同样的戏码 在2007年演过一次 那个时候那边的窗口只有十呼啰 拿了3000万台币 彭文胜说 他说这个预算里头 甚至有很多的预算数 是用来帮他遮掩论文的真相吗 甚至他还直接指控 有个白手套 调查局的特派员 处理蔡英文 论文的陈小姐 就是这位特派人员 他直接讲一位陈小姐 什么回事 当然今天比较新的很多的发展 就包括了说 居然伦敦大学 当然之前是LSE 否认持有蔡英文的口识报告 之前闹得很大 大家讨论到 连一个公正的第三机构 都认为 没有看到过相关的口识报告 跟这个相关的书审资料 他们觉得很奇怪 那么现在最新是伦敦大学 也说他们并没有持有相关的资料 那当然伦大的答案只敢说 我们只记录毕业生姓名 学位学问名称 论文名称 其他资讯通常由学院持有 例如LSE 所以LSE也没有 伦敦大学也没有 那到底这个论文在哪里 那么到底真的假的 蔡英文就为这个博士的学位 有这样媒体的传闻跟报导 这个需要当然进一步可以查证 是说因为用四十八万英镑买证书吗 这是个问号 因为伦敦政策学院台湾研究是在 二零七年到二零一四年之间 获得一笔匿名捐款 这笔捐款多少钱呢 这金额不小 四十八万英镑 具体金钱的数目是四千八百多万 相当于台币三千万元 这样子一个数字 当时在当时如果捐给学校 可以捐到三千万 已经是非常夯很厉害的教友了 捐这么大一笔钱 当时蔡英文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所以很多人联想说 是不是他捐的呢 这当然是有待查证 阿扁就有意思了 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韩国 普警会收到前总统 被这个特赦的消息 我相信他一定很羡慕 他也很多人在帮他 他话下说他希望也被特赦 可是大家都说 陈水扁前总统讲了这一段话之后 恐怕特赦就无望 他说如果有机会写博士论文 拿到博士学位 是光中药主的事情 有就要拿出来 就通通服还特别回应他 是不是要特赦阿扁这件事情 就他因为是提论文蛮 他就大家都酸说 得罪方丈 还想跑 您看阿扁的说法 我们是用很简单的消息 用卡塔尔伯来想说 如果我们有机会写博士论文 变成博士学位 这就是光中药主的事情 这如果有 我们就要挖出来 就出来电 好 我就是寻到日本这大部分 这么好 对不对 你又没有什么意见 对对对 就這樣而已 我最初就是這樣 但是我就沒有這個經驗 我不知道報酬是怎樣的 應該是這樣 我們是做一個第三者 我們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拿出來就好了 就這樣嘛 然後說拿不出來是因為放棄 所以就要補發 還是怎樣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件事 如果真的要補發來補發 只要上Google找一下LSE的網站 就可以告訴你 這麼網路上怎麼申請補發 補發就好了 可是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事情 阿扁也是這樣想這樣覺得 我只是替他捏把冷汗 因此就這個所謂的特色無望 上衣服的 我覺得阿扁的這一段說話 的確是講得很白話 這也是一般人民聽得懂的話 是 就是說本來就是 就是說大概 我們大概都有年紀 也都有小孩 如果小孩可以念到 那一種全球一流學校的博士 當然會告訴大家 表框 不過在客廳每個人看 對啊 那個證書會擺得好好好的 不會遺失補發什麼證明 可能到最後還簽證還要到什麼 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上面 如果你是譬如說你是那一所學校 補發給你 你還要拿到我們的住外代表出去 做認證 相關的認證程序 認證 當然裡面 我不太知道說 人人大學會不會這樣 但是你說如果說在過去 我們那個年代 如果主政者說住外代表 給他認證 就給他認證了 那個認證文是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我就給他認證 那個認證文回來以後 他就可以一路到公家機關 都可以通行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阿北特色還有望嗎 我覺得特色 因為我們特色法的因素 因為他的案子有被判 有未被判 所以他就算特色 他只有一部分 他不會完全特色 他不能完全特色 那你已經有一部分可以特色 一部分不特色 我都不特色 你講完了 我還要給你特色嗎 你這個話 聽在蔡英文的臉上面 因為他講的是白話文 得罪方丈還想逃 對 得罪方丈還要逃 這是周星馳的電影 那很清楚一件事 他講的是人民會覺得 是 對啊 為什麼不拿出來 博士論文 你們曾經在總統府 還拿出來秀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變國家機密 我覺得沒那麼嚴重 如果今天講一句白一點話 你總統的論文 你總統可以把你的學歷論文 都列為機密 不讓外界知道 其實某種程度上 我認為你是使用 自己總統職權 在掩飾什麼事情 如果你不掩飾 你就把它攤開來給大家看 我真的有寫論文 然後大家問你說 那你口試是哪些委員 我口試的委員是哪些 還在 大家都可以求證 那你口試報告在哪裡 在哪裡 那很清楚 這個東西有這麼難反駁嗎 實際關係 我們也請董哥 有看法 其實因為蔡英文這個議題 大家都知道 蔡英文就是沒有論文 1984沒有論文 這個其實非常清楚 如果有的話 就像阿扁所講的光宗耀祖 你總要有個博士照 有誰看過蔡英文的博士照 沒有 有誰看過蔡英文的蔡同學的 同班同學出來幫他講話 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離譜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覺得阿扁用這種白話講 很多人其實都聽得懂 許是民意黨的支持者 對 認了一個學者 你拿到博士 你都歡迎全世界大家 盡量來引用我的 我公開 你越引用越多 表示我越前輝 對不對 哪有時候自己把它長個30年 而且不准人家看 這個就是意概迷章的概念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沒有的 我覺得阿扁 阿扁其實他已經不太指望蔡英文 他已經放棄才敢這樣講 蔡英文其實他現在 因為總統府前幾天 他們找台北大學做了委託一個案 這個案子叫做德日美涉免 涉免制度及食物 就是說涉免要怎麼做 你教一下其他國家怎麼做的 對 因為台灣要跟世界接軌 是 那很多人講說 蔡英文可能在研究這個 研究 不是 蔡英文是為自己在研究 萬一未來是不是 因為他總要卸任 卸任這東西掩長不掉 小心微妙 因為民進黨在怎麼執政 中間國民黨 20年國民黨會不可能執政嗎 不可能嘛 我執政我就把你解封 對不對 你現在把我列為機密 我就把你機密相開 那個隨時可以 換黨執政隨時可以 可以要求英國代表處 你必須馬上把哪些資料給我 只要你執政了總統願意做 一定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阿扁他現在不指望蔡英文 那時候民進黨在馬鞭九任期 他們去騙馬鞭九 阿扁就被放出來了 成為最活躍的教育 可是又騙第二次 騙馬鞭九第二次 那時候朱立倫已經顯殊蔡英文了 民進黨那些大官 以成績為首 就跟他講說 你在519把阿扁放出來 難以和解不得了 馬鞭九沒有上當 沒有 毛老師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滿尷尬的 但我覺得阿扁前總統 他真的是用了一個 綠營支持者也能夠聽懂 然後甚至是接受的一個說法 然後讓大家來理解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某種程度上 其實對蔡總統而言 他會有一點點小風險 因為其實我覺得陳水扁 就是前總統他還是在綠營裡面 其實還是他有一定的一個支持 就是 對蔡總統他還是在綠營裡面 他還是在綠營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